选战倒数28天,昨天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到这个云林跑行程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也到场站台,被问到郭董会不会挺侯康佩 张荣卫再度的做出回应,强调郭董的支持对侯友宜会有很大帮助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昨天晚上择市到政大与学生座谈 被问到搭档柯文哲歧视女性言论的看法 他中英文穿插回应,他说如果他讨厌女人,不会选择自己当副手 此外,吴欣盈在接受媒体联访时持续对外交部火力全开 更两度疑似口误说成了断脚步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举办线上研讨会讨论台湾总统大选 史丹佛大学学者齐凯利就认为民进党执政8年 目前蔡总统民调下滑 台湾经济也处于衰退中 还有民进党的施政满意度比以往低 想要赢得第三个任期恐怕不容易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则是认为 赖清德还有前总统陈水扁不同 更倾向于倾听合作和追求共识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宣布召回200万辆车 因为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单位发现特斯拉的自动辅助系统会被驾驶人滥用提供错误的安全感 现在必须要进行软体修正 也同时证实至少有1000起车祸是在开启自动辅助驾驶时所发生的 时事追踪包含新庄卢州还有永和的乐华夜市附近都有出现过推销国旗的外国人 他们一样是自称需要旅费的聋哑人士不排除这是集团式操作 警方就表示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违法 除非是他们不让民众离开或是假借民意募款才会涉及强制罪或者诈欺罪 昨天晚上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到新北替小鸡站台复选 不过其实在蓝白破局之后民众党的陆战行程很少 多半都是以网络空战来拉选票 YouTuber爱丽莎莎在最近也频道上传了跟柯文哲一日行程的影片 其中被问到丑女标签以及蓝白和破局柯文哲都用诙谐方式谈论 至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昨天晚上则是到被点名选情紧绷的桃园辅选 赖清德狂轰民众党对手柯文哲 批他自笔陈定男蔣金国根本是夸大妄想 来看到的是韩流文化目前席卷全球 而在韩国也掀起了另一个现象 就是对奢侈品牌的高度追求 贪开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出 韩国对于奢侈品的黏着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反观对于炫富的反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 加萨走廊站火未停最新传出半岛电视台记者 在南部甘尤尼斯惨遇空袭造成了一死一生 详细状况交给国际组记者杨琴 而目前加萨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八千人 美国总统拜登才警告 以色列的无差别攻击只会失去国际支持 现在又被踢爆以色列对加萨的空袭 有一半是动用了雅弹 导致瞄准目标容易失准 波及到更多的无辜百姓 近期警政署斥资6100多万 添购了1500多套野战式防弹背心 不过基层知情人员就踢爆了 背心里的抗弹板遮前不遮后 而且测试标准连美国国家司法委员会 NIJ都表明不合规范 不过警政署澄清强调愿意听取同仁需求 继续改善 直播中文字幕统筹